Saga Mihai Ra from Team Japan and Team Crown from Hong Kong now begins Saga Mihai Ra對戰香港第12個比賽現在正式開始 First let's welcome Saga Mihai Ra from Japan 首先歡迎 Saga Mihai Ra Number 15 Kamiya Eagle Number 7 Wuroz Kani Number 35 Alexander Petrie Number 6 Yizuka Tabaki Okay let's pick up Uzo And now let's welcome Saga from China Hong Kong 接下來歡迎中國Saga Ira Ra 13號 呂芬炳 11號 黃潔亮 2號 霍卿論 16號 周俊文 再次一个掌声给我们中国香港队 Now let's take a picture It's time to point pass 现在进行赛前挑战环节 各位观众朋友 欢迎继续收看2024云南三对三 超级联赛 这场比赛是身穿绿色球衣 来自日本的小魔园和对阵于 来自我们中国香港的第十二 李扎生专的是白色球衣 接下来全场的观众跟我一起倒数迎接比赛开始 5 4 比赛马上就要开始 2 1 Now begin 还是顶弧持球 哎 我们来看一下这场精彩的对决 给到篮架 还是顶弧持球 哎 这球跟队友之间没有商量好 欢迎量的跑位呢是到了 但是 这球 往内线传 他是想往外线还做一无球掩护去 换防住来了 完全有一个机会 内线 啊 我撤凳子的防守啊 造成了一个失误 香港队 这香港队非常的激进 走步伪力 1 紧闭 1 2 3 5 4 4 5 5 5 6 5 6 6 6 7 启动加速 格尔能力 哇 这有点可惜 对抗杀篮下挤过来了 大打小 哎呀 最后两个进攻篮板球 终于是放进了 卡尼奇的这个内线 身高让他是有非常大的优势 撤步来了一个中头 没有打成 卡尼奇是拿到了篮板 1比1 哎这条就是卡尼奇直接失误好球轻松的把篮放进 手里手给到外线 这个球投的不是特别的好 在给篮下好球 右手的上篮很轻巧的打进 加上大佩多维奇 这次虽然协防过来了 但是上篮提前出手 这球应该是给了犯规 进球不算 提前犯规啊 还是顶户持球 再给上来 这条围奇 一对一的突破 对抗 拉回 这个球是先到实了 12秒进攻尾力 球权转换 从这个身高上面来看的 日本项目园确实要比香港第12高一些 顶户持球 给到侧翼 掩护 形成换人 左路加速的突破 好的 抓到了一个机会 小个打大个就得利用脚步和速度 空位的两分没有打成了 那么就卡尼拿到 直接给底脚 这个球是 吹了一个 失误 不是吧 没给再凉了 北大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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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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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我 我 看上了 捷舞 游戏 准备 飞舞 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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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抗上篮 这个球是给了一犯规 打在手上了 发球命中 再找底角 好球 两分命中 8比3 日本相关园队内外线的进攻 结合的还是比较好的 起球 再对抗上篮 这球呢 没有造成犯规 日本相关园队外线拿球 又是一个假的手地手 哎呀 空篮没上键 再给 最后键是这个传球还是可以的 日本相关园队内外线拿球 这今年蒙自的那场比赛 邀请赛当中的出战狗 是一支比较成熟的三十篮球 男子篮球队 发球命中 快速过到底角 把球先带出来 给到内线一对一 哎 这个球你身体 没有优势啊 好球 这是一个后翔跳投 打成 雷冰冰 这是正儿八角一对一被封盖 翻身跳投 这确实太帅了 再给外线 讲后见试的机会试试呢 外线没有投进 前后见试啊 卡抢到位置拿到篮板 哦 这个跑位是隔队队友传过去的 真不错 三魔源的进攻 确实打得比较活灵活现 传球又出现了一失误 迅速给到篮下 前后见试的小抛头 空篮没上键 自己再来一反篮命中 哦 好球 背传 真漂亮 出界尾利 对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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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